2018年7月5日3点10分12秒来源,环球时报原标题,杀死亚洲人,悉尼大学在线筹外涂鸦效仿,可能反胜会人渗入环球时报告大利亚特约记者高松, 阻止亚洲人入侵,杀死所有亚洲人,英国美日柔报4日发自澳大利亚的报道上,澳大利亚最副声明的大学之一,悉尼大学本周出现杀毒暴力和仇外心理的涂鸦,这是这所大学10个月内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,这些涂鸦照片最初发布于领书上,图片显示,在一处栏杆的看板上,以及大学旁边医院女厕所的厕纸盒上, 都用英文写着阻止亚洲人入侵,字样,前一张上还画着备用来嘲笑亚洲人眼睛小的眯眼头像,发布者说,这是种族歧视,这不公平, 他拍下照片时,目睹一名亚裔女性,在看这些涂鸦网子,这令他感到心碎,这不是澳大利亚应有的样子,之后,这些涂鸦在更多地方被发现,包括悉尼大学环境科学楼的展示画上, 容纳澳大利亚和国际学生的国际学院建筑上,以及校园外街区的标牌上,目前,海报上,公交站和停车收费表上,已发现二十多种种族歧视作品, 西尼大学学生,教职工以及当地居民,都对此事表示关切,不少澳大利亚网友也表达了愤怒,有网友留言说, 我真的以为我们已经摆脱这种无知和种族歧视主义,目前,西尼大学已经开始去除这些涂鸦, 西尼大学工会发言人说,去年学生会的一处大楼内,也发生过类似事件,但这些种族歧视图家已经发现,便马上被删除,学生会也专门发出信息, 强调我们对此类行为的憎恶,并会为任何有需要的学生提供支持, 但学校否认十个月内出现良性类似事件,意味着系统性问题,称可能有个别反社会分子渗入校园, 每日流报报道称,在这些充满种族歧视色彩的涂鸦子上周日和本周一出现之前, 有关反华言论及死亡威胁近来在西尼大学学生之间流传, 去年年中开学期间,悉尼大学,墨尔本大学,莫纳什大学等奥各高校,都出现一系列种族歧视的海豹和涂鸦, 与这次针对亚洲人不同,那次目标直指中国人,声称禁止中国人进入,以及杀死中国人, 澳大利亚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中国学生海外留学第二大目的帝国, 中国留学生的学费是澳高校收入的重要来源, 然而,澳国内警惕中国的氛围,在媒体的炒作下日渐浓厚, 有分析认为,这种大环境助长了校园内的种族主义情绪, 自從小宗里族主义为美国联武社اء之一,